三合依送料机有哪些配置? 结构是怎样的呢? 今天以强力三合依送料机为例 介绍一下三合依送料机配置结构 这边是三合依送料机的料价障缩卷筒 采用四片液脱料瓦板式结构 可液压扩张、收缩,用于承载卷料 这边是压料壁,可上下升降运动 用于压紧卷料外源 避免三合依送料机使用中卷料散料 这边是线位壁,可上下升降运动 用于卷料料宽的快速挡料线位 这边是托料壁,可上下升降运动 用于托起卷料料头 辅助整瓶送料机头入料 这边是可供选配的上料台车 可将卷料升降移送套入到料价障缩卷筒上 实现安全快速的上料与使用中备料 这边是三合依送料机的入料折料壁 可上下升降运动 用于将卷料料头折弯后送入整瓶滚筒中 这边是涡轮窝干整瓶调节装置 可通过旋转手轮调节整瓶滚筒的下压量 用于板材脚平去内应力 这边是触摸瓶与手柄 可通过点控操作 控制三合依送料机各个功能部件的运转 实现卷料的障缩 线位 入料 送料长度次数设定 送料线高度调节等操作 这边是可供选配的液压剪刀 可非自行往复剪切 用于剪切材料不规则的料头料尾 这边是可供选配的双面给油机 可滚筒旋转滚压式给油 用于材料表面的双面涂油润滑 现在一起来看看三合依送料机使用现场 是不是很高效 长洲静志德是三合依送料机源头工厂 点击关注留言咨询 帮您选择合适您生产所需的送料机设备